接下来我们要上的是电压 也就是所谓的电位差 电位差我们简称叫做电压 要让先生各位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前面教过的位能 位能是因为位置不同所具有能量 我们以前稍微带过 那是在某个守恒力的作用之下 然后呢 因为位置不同所具有能量 重力是守恒力 所以有重力位能 弹力是守恒力 所以有弹力位能 OK 然后这是一个自然界的趋势 你不要失利 不用动作 其实不能说不要失利 因为有重力 它有重力位能 有弹力才有弹力位能 所以一定有个力 但是你不需要额外对它失利 自然界的趋势 从高位能到低位能 自然界的趋势 从高位能跑到低位能 不用额外的对它失利 放着它就自动从高位能跑到低位能 生活中的尝试就是这个样子 这样子摆着嘛 你把东西从A搬到B 要失利 要失利 它才会拿上去 放手 它就自动掉回来 因为有重力 那我们说有重力 所以有重力位能 B的重力位能大 A的重力位能小 放手 我就自然界的趋势就从高位能跑到低位能 那就从高位能跑到低位能 那如果你要做工10加文 就表示我的位能增加了10加文 B的位能比A的位能多10加文 OK 这就是我们以前就学过的事情 然后告诉你我做了正功 然后呢 它的位能就会增加了 然后呢 然后放在上面 然后放车就掉回来 然后呢 放车就掉下来 掉下来之后就位能就转变成动能 以前教过的 在守恒变作用之下 机械能守恒 动能换位能 位能换动能 所以高点的位能就掉下来换成动能 这都是以前学过的事情 那现在多提示 有提示你说自然界的趋势是 会自动从高位能跑到低位 那其他的想法已经都教过了 那弹簧也是一样 弹簧是有形变就有弹力位能 那么现在如果你把它拉长 它就有个形变 它就有个弹力位能 放手就会缩回去 所以它输了原来的状态 然后也是一样 然后弹力位能会变成动能 这以前也讲过的 我们讲过的 好 所以自然界的趋势就是从高位能跑到低位能 如果你要它从低位能跑到高位能 就必须要对它做工 给它能量 对它能量 然后让它能够从低的位能 跑到高的位能 那高位能到低位能 我们不需要额外自动就过去了 这让你能够了解 弹簧是这样 重力也是这样 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